因為你的車陷在榮田裡面 他就要幫你脫掉 你竟然有辦法對他開槍 你有沒有良心 我在這個地方要很嚴正的 來譴責這個歹徒 你對於一個雲林縣警察局 為民服務 因為你的車陷在榮田裡面 他就要幫你脫掉 你竟然有辦法對他開槍 你有沒有良心 你良心跑到哪裡去了 好在天佑榮林 我的同仁受到輕傷 有聽到我們同仁去跟所長抱抱我說 所長他是同情 因為他本身幾乎都是以車為家 他就是已經罰命之徒 所以說當他一聽到他被通緝了以後 他就突然性情大發 然後就朝我們同仁開槍 因為他如果被逮捕的話 他就要進去裡面坐牢 所以說他拚後麥 他就從他的包包裡面 拿出槍枝來向我們遠景設計 所以他一度吸槍坐在警車內 對 所以說他會開槍 連我們同仁也覺得不可思議